薄酒小菜不成敬意 欢迎苏文姑娘进入祭师堂 今天怎么就只有我和岑姑娘两个人啊 坤坤和小曼拉肚子了 我看他们白天还好好的呢 林大夫在研究灯心绕 所以只好由我来做代表了 闹肚子 严重吗 你看有没有肩膀弩张的感觉 暂无大碍 对了 苏文姑娘 听说你五年前游历过四方 是啊 那个时候年轻气盛 总是想着能够悬壶济世 今天非常感谢岑姑娘为我接风 这些年游离在外 都快要忘记有家的感觉了 如果当年不是我擅自离开师门 也许现在已经和师兄 来 岑姑娘 我们喝酒 这辣肚子果然是很好的选择 你说这曾欢 为什么要给苏文姑娘办一个什么欢迎会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 你想啊 好端端的生活突然杀出一个师妹来 婚作是我 我也得宣布主权啊 你看啊 现在办一个欢迎会 既可以显示出自己大度 又能显示出自己主权 一举两得 想不到这个曾欢还挺聪明的嘛 是啊 你说掌柜的为什么不来啊 又不懂了吧 我猜曾欢压根就没有叫掌柜的 那这些年来 苏文姑娘都去过哪里 去的大多都是一些小村庄 不值一提 听司马先生说 岑姑娘曾经救过我师兄 苏文在此敬姑娘三杯 岑姑娘 岑姑娘 这价值不对啊 你怎么了 怎么曾欢越喝越多啊 对啊 这个笨蛋 怎么人家让他喝他酒喝啊 连挡酒都不会 岑姑娘 再来一杯 来 岑姑娘 你快点赵寅玉玉过来 快点去 岑姑娘 再来一杯 你看 岑姑娘 你没事吧 嗯 没事 你还不去劝劝 你还不去劝劝 这么点就难不倒了 好了别乱动 躺好躺好啊 喝喝 哎呀 盖好盖好了 真是 不要 被子盖好 被子盖好 救援姑娘 如果当初没有去饮游的话 什么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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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没听清嘛 你走开 你不要过来 你走开 你走开 哎呀 好了好了 热不热 啊 昨天回去 我爹喝了你们配的药 就上土下戏 今天早上 直接吐白沫 晕了过去 怎么回事 昨天脉象还很平缓 怎么一夜之间就变得尘化无力呢 这边要人命 永逸 永逸 冷静点冷静点 冷静点 永逸 先别着急 永逸 冷静点 昨天除了我开的药之外 老人家还吃过什么别的东西吗 怎么 你还想耍赖啊 就是 我爹吃了药 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还能吃得下什么 你好好说话 又不是不给你们交代 永逸 永逸 大家听我说 德行绕心烈 老人家的腿在被虫释咬过之后 身体原本就会虚弱 你们回家之后 是否有为过老人 吃过什么大补之物 虚不受补 自然会出现上吐下泄的情况 怎么能怪在我师兄身上 可是你们昨天也没说什么忌口啊 我爹现在这样 你们说 怎么办 不是 你们 我现在就开一副药 你们回去给老人家服下 切记 一定要吃得清淡一些 千万不要再吃什么大补之物了 好吧 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如果我爹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还会回来找你们的 就是 给你们一次机会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走 走 你们放心吧 明天会好的啊 多谢师妹帮我解围 师兄这是哪里话 可是 这老人家的脉象 并不像是 虚不受补 那思看上去就不是能够讲得通道理的人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他们今天势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多谢师妹了 既能谦卑不醉 又能善解人意 真是绝世好师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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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